您看看 多好啊 好 好啊 就这两张狼皮 别的 没有了 你等等 等等等等 等等 你别走 你就拿这两张臭轰轰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端 这不行啊 我这锦端很贵的 贵什么贵的 两张狼皮换一匹锦端 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 我说你个奸商 你要是敢耍滑头的话 打你啊 你别走 谁看你啊 这是咸阳 不是你们义渠 这里可是讲情法的地方 不给钱 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端 你个臭娘们 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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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人蛮魂不讲理 咱不要了 这是咸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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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锦端弄破 你别走 你把我锦端弄破了 你分明是有意把我的锦端弄破了 你赔我钱 赔我钱啊 是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端 想讹诈我们 别看我们将军老实 就肯定有你们讹诈 听见没有 不是 你别走 你别走啊 匪监不撒 撒不撒 不撒 匪监 你赔我的钱 赔我的锦端 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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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监哪你 不能走 匪监 匪监 你别走 别走 匪监哪 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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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严办 不许将退路 走吧 义渠军 闪开 义渠军有事召唤人 不错 合适 我手下有几个将士 在街市上误伤了人 被廷尉抓走了 其中有个上将军叫虎威 你知道 他是我义渠的勇士 战功累累 我刚刚派人去接 廷尉不肯放人 说这都是你的吩咐 虎威等人违法乱纪 在秦国之内 任何人都要遵守秦法 就算是寡人身边的人 也不例外 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了 你往犯了过错 大营派去接人 只要交了赎金 便可无事 为何这次不放人 莫非你是故意为难我 若准是普通的惹是生非 自然交了赎金便可 可虎威 在街市上强卖强卖 商家不从便伤人致死 寡人只能依照大秦的 法度行事 好 我今日倒要听听 你如何行事啊 杀人偿命 偿命 一个街边的小贩 怎么可能让我义渠的勇士 去为他抵命呢 不管任何人 都是我大秦的子民 寡人身为秦王 就要为他们做主 看来你是不可放人了 不错 任何人都改变不着 我大秦的律法 刚找我老了小狗崽子 就要呲牙了 挺好啊 我是看在你母后的份上 我才对你容忍再三 你不要得寸进尺 寡人才是看在母后的份上 对你再三容忍 你可明白了 这里是大秦 不是义群 这里我说了才算 虎威触犯秦法 他是死定了 寡人即刻下旨 让廷尉府议罪 说了算 你以为你是谁呀 是我 让你做了这个秦王 你才能做这个秦王 如果我说个不走 你立刻就得 从这个王位上给我滚下去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乃吟氏王族 继承左业 岂需要你的允许 继承左业 继承左业这才是天大的教话 是我这个继父砥砺相助 才把你送上王位 如果没有我 你都不知道你祖宗是谁 放肆 我胜负 乃鲜惠文朗 你敢一笛之辈 也敢自成为父 我与你母后拜过长生天 祭过祖宗 成过亲 你母后嫁我为父 我们自然是一家人 你 这些年 我真的是有心把你当成家人 视为己出 可惜啊 你是个养不熟的畜生 既然你视我为外人 我也不想与你亲近 你想从我们这个家里走出去 好 那就各立各地赢账吧 你的家 嫁你为父 你疯了吗你 不信你去问问你母后啊 你 你 太后 义渠君来了 义渠君口干舌燥的 你们去给他温一壶酒吧 是 你午后去哪了 我到处找你找不到 我带稷儿去了慧院 你夺我 你为何要对他说那番话 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够了 何必故意去击他 对他说了又如何 他是秦王得敢做敢当 他不认我这个父亲倒也罢了 他竟然说 他是因为继承祖爷 才做了这个秦王 这大秦天下与我这一敌之辈 根本无关 你们两人针锋相对 明明是一家人 却要搞得剑拔弩张 何必呢 他眼中早就没有你我了 他当上了秦王 他以为他就可以对我 大呼小叫 一指七十 好啊 既然他长大了 娶妻生子了 你我算是对他人质一尽了 我们跟他分账吧 什么分账 分开过 按照草原的规矩 孩子长大了 就要分给他牛马财物跟人手 让他出去另立一个营章 你我也不让他吃亏 营祭登基的时候 秦国有多少土地 就给他多少土地 你的意思是 从楚国 还有自韩赵卫等国 取得的柏鱼座城池 都不给稷儿 那些城池 都是你我及兄弟们打下来的 与这小儿好 不可以分账 为什么不可以 你 义渠君 这么多年 我们既是家人 又是君臣 论君臣 我和稷儿 因为由你等臣子帮衬 才能共治天下 才有了今日大秦的强盛 论家人 我们如实只攥在一起 才能松罗共乙 同舟共济 若照你这么分账 就会变得不堪一计 这么多年 你和稷儿 虽有局域 但总算是相安无事 怎么能说分就分 说拆就拆了呢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总巴望着至今骨肉 都能聚在一块儿 月儿 你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说你想怎样就怎样 我说过你吗 我管过你吗 可眼下不是我要分了这情分 是你儿子迎记先动了手 他容不下我 有一日他也会容不下福尔 在他的眼里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你先让一步 我也会劝稷儿让步 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糟 你也别太执拗了 就倒是看在我的份儿上 就倒是看在我的份儿上 恐怕这件事情啊 你已经管不了了 你让我试试 好吗 那你就告诉他 马上放了我的人 这是什么名字 那你 我试试 我试试 你 感谢观看